但是暑假呢 我發現劉子權一個最大最大的禁 就是他照顧妹妹的能力變厲害了 比較像助攻啦 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就是 媽如果需要什麼的話 她沒拿或沒做什麼我就去幫她做 其實我覺得就是 媽如果沒有說我 帶妹妹突然太上手這件事情 其實我沒有感覺到 但是一講完的時候 我瞬間有個感覺是 真的發現是有 然後可以帶出很多心得的那種感覺 就是其實基本上就是 看媽怎麼去整理 然後一學會了之後就去做 這樣子我覺得可以減輕麻的麻煩嗎 然後也可以讓寶寶更舒服 或是更快的去達到 我們想做到的事情這樣子 劉子權大山上上學路 大山了好誇張喔 對啊 一轉眼再一年兩月 而且呢 今天的上學路真的超不一樣的喔 大風水 YA 那是你來說 你還那個小不隆東 有一件你來開車載我了是嗎 等到我寶寶跟我同年紀的時候 我已經40了 嗯 然後你 呃就 這個就居然要不要酸 因為你摔下去很傷心 但是暑假呢 我發現劉子權一個最大最大的禁 就是 他照顧妹妹的能力變厲害了 劉子權現在呢就會 比如說寶寶一哭 然後我一接近寶寶 我們都不用講話 他就會知道說寶寶現在是要喝奶 所以他嘟嘟嘟嘟 他看到現在這個 他的這個畫面裡面 欸沒有手帕 然後他就自己去把手帕拿過來 比較像助攻啦 我覺得這樣也蠻好的就是 媽如果需要什麼的話 他沒拿或沒做什麼 我就幫他做 其實我覺得就是 媽如果沒有說我 帶妹妹突然太上手 這件事情 其實我沒有感覺到 但是一講完的時候 我瞬間有個感覺是 真的發現是有 然後可以帶出很多心得的那種感覺 但是其實基本上就是 看媽怎麼去整理 然後一學會了之後就去做 這樣子我覺得 可以減輕媽的麻煩嗎 然後也可以讓寶寶更舒服 或是更快的去達到 我們想做到的事情這樣子 小喬有個特長 就是他所有講錯的東西 都跟真的一樣 對 對 對 你不懂的人 都會聽到很多錯的訊息 然後再去把這東西傳播出去 有時候我在旁邊聽 我都會捏著一把冷汗說 你哪來的執信跟理論基礎講這件事啊 你說什麼 太多了 講得最真的 就是其實 我講台語不好對不對 但是 他講台語也沒有到很好 然後每次 但是我在講台語的時候 他很理直想要的糾正我的時候 大家就說不是 我覺得你舉台語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當然是 欸 有時候你真的講錯欸 但你就是你只想要糾正我啊 那我不能讓你 我突然讓你出去丟臉啊 那一定是別人糾正我 總是你糾正我咧 不是不是 你又離他太近了 真的有嗎 我跟你講 旁邊這台車最少 那樣的距離以上 最少1分之1台 最好離半台到1台 啊 我講錯 一定是大家糾正我啊 那有時候他就懶得糾正啊 但是我不行啊 我不能懶啊 但是你糾正我也是錯的啊 那是不是 沒有那麼正確 就有時候槍我就是很難 我講台語就是有一個槍啊 啊不然你是要怎樣 你說來啊來 對嗎 哈哈哈哈 對嗎 對啦 就是這樣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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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媽 你看你看 你爸爸 你爸爸 撞不住了 聽不下去了 聽不下去了 可以懂了吧 反正就 台語這塊我覺得蠻好玩的 就特別是要 Universe 你爺爺爹 但是史詞 我ẽ 就說我 有機我 放 wondered 有機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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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機我